我啊你经历太多了 又杂技演员又是编舞又是干什么东西 最后唱歌怎么就也唱着玩 其实我最 从杂技团出来以后 其实我一直就是想 唱歌我在杂技团的时候就开始写歌 你自己写啊对和我的那个搭档 那个我现在也是我现在经纪人老沫 他写词我写曲 老沫也是那个是杂技演员吗 我的师弟 那练什么活的 对船花坛 哦真是顶坛子的 对啊 你俩真是顶坛子的 对啊 这两位置其未托的小演员 一位叫董瑞波 另一位叫沙宝亮 对您没听错 就是以一曲暗箱而红极一时的 当今国内流行乐坛知名歌手沙宝亮 他七岁开始练习杂技 1987年 他和董瑞波一起凭借这个对顶花坛节目 荣获了1987年 第一届法国巴黎未来世界杂技节金奖时 年龄只有14岁 刚咱没有啊 但这个手活还行吗 手活手活 那是没有 因为那个鞋太太小儿科了 就是练杂技的都都 这叫这叫杂瓣啊 杂瓣手手里的这些灵活什么都可以 好长时间不动也不行 来吧 咱瞧瞧 那手活给我给我 轮两个 哦 轮两个啊 是这么回事对呀 我就是几个仨吧仨吧仨呀哎 往我这手里拿你一个一个扔给我三个 哎对对了扔一个 再扔一个两个接了 哎呦还还还还崩呢还还还还行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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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还行还可以啊 对啊对但这个不是你的行 那不是你的专业吧 不是这也得练是不是 这个对我们来讲这就是什么样 像基本功一样 你你试试协调吗 你不协调吧 你小时候玩过沙包吗这种的对呀 这我也不行啊 这我不也没写 这 我不洗我不行 我跳舞我跳舞行这个真不行 我也这不行 很开装